來針對 如果老師你的簡報也好 圖片也好 做好了 我怎麼樣分享跟下載 分享比較沒問題 分享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 就像我今天給大家看的這個簡報 有沒有我只要把網址給你就好了 有點類似Google簡報的概念 我只要把網址給大家 讓大家都可以進來看 那如果你不要在線上直接分享 我可不可以下載一下 當然可以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你看 我們在上面 是不是就有一個要分享 在這邊 你可以選擇 等一下 這個是共編的 大家再講 這裡有一個下載 從這邊下載下來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他可以幫你做幾種事情 第一個 單純的圖片 PMG 或者JPEG PDF當然也可以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可以直接變MPboard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有幫影片 做了 所謂的 動畫以後 他就可以直接變成MPboard的檔案 直接就 存下來 這樣也可以 如果你要變成 圖片 當然也是OK 就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然後他會問你 你的圖片的尺寸 然後呢 你所要下載的是哪一個頁面 不一定全部要下載 像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現在 自己的部落格上的一些 那個圖 我也會用這個網站來做 所以我就會像 您這邊所看到 你看像我在這裡 有一些我部落格上的圖片 在這邊 我就用這個 這個網站來做 或者我簡報的版型 的那個圖 我用這裡來做 這樣也可以 所以 我們可以像這樣就可以把你的簡報 把它下載下 那也許有些老師說 那我可不可以變成 跑步的檔案 可以的 在哪裡 在右手邊 來你看一下 後面是不是還有點點點 對不對 這邊還有點點點 你把它按一下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查看全部 有沒有看到你可以下載能TPT PowerPoint的 只是說真的 其實你用它的幹嘛還要回到PowerPoint呢 所以 你如果是用PowerPoint的話 那就要看一下 不見得 它所有的功能都可以用 對 然後如果老師 在簡報裡面有超連結 請問可不可以連結過去 可以 你看 跟我們一般的那個一樣 如果你真的有超連結的話 在這邊 點到一個物件或文字 這裡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做連結 所以 超連結的方法 原則上跟老師 平常使用PowerPoint是相同的 所以 你在線上分享的時候 也是一樣 它也會有一樣的超連結功能 當然如果你變圖片之後 自然 就沒有了 這個就自動消失了 所以老師這樣對我們 下載跟分享 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 後面 因為它還有共編的功能 跟 我們Google簡報一樣 所以今天如果你 分享的時候 像我剛剛在這邊 分享 我如果只是很單純的 想要 給同學看 那我的分享 就會變成是 子宮檢視 那今天如果我想要讓同學 或者是老師 我們可以一起共同編輯這份文件 那我只要給他這個連結 那就跟Google 簡報相同 你在編輯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是誰在編輯哪一個頁面 他會同步秀在螢幕上 所以這樣也有好處就是 你今天 如果把它拿來當類似像什麼 電子白板 其實也可以 誰放了什麼東西 在做什麼編輯 我們都可以馬上看到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跟 Google的 雲端的服務一樣 他也有版本記錄 檔案本身也有版本記錄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 上面有個檔案 在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版本記錄 所以呢 如果您在製作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 我之前的 才是對的 你可以隨時發現它過去 當然我必須講就是 他的功能沒有像 Google 雲端 文件那麼多 他比較單純一點 就可以看到哪一天有改過什麼版本 他就沒有像 Google 我還可以做更多事情 所以這個也是他所擁有的 這個部分 那評論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針對這個文件 有做任何的 這個修正的 建議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加上評論 這個在Google 簡報 Google文件面 都有類似的 謝謝 我們做任何的事 是 這裡